出埃及记,第一章,以色列的众子各代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吕变,西勉,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变雅敏,但,拿夫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加增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出了肾魔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然后离开这地去了。 于是,埃及人派督攻地挟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蓄财宝的城,就是比东和蓝色,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躲起来,越发兴旺。 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埃及人使他们为苦工所述,觉得命苦,无论是活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 有西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师弗拉,一名普拉,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西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了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西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西伯来妇人本是活泼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分娩了。 故此,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 收生婆因为敬畏,神,他便叫他们成立家世。 法老小玉她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错。 埃及记,第二章,有一个立位家的人,娶了一个立位女子为妻。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她献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 到她不能把她再藏,就娶了一个范草香,抹上滑土和利青,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箱蒲中。 孩子的子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会怎么样。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 她看见箱子在箱蒲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 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 剑英还哭了,她就可怜她,说,这是西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子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西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 使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她,我必给你公嫁。 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她。 孩子渐长,妇人把她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她的儿子。 她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她从水里拉出来。 当那些日子,摩西长大,她出去,到她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 她献一个埃及人,打她西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她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 第二天她出去,献有两个西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想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便惧怕,说,这是必是被人知道了。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 但摩西躲避法老,逃亡米殿的居住,他在井旁坐下。 米殿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一日,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曹,要引父亲的群羊。 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 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怎么来得这么快呢? 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就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 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慎魔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饼。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 西波拉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因他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外人。 过了多年,埃及亡死了。 以色列人因做苦功,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打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索利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神也顾念他们出埃及记第三章。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殿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荒漠后头去,到了,神的山就是和猎山。 耶和华的天使在荆棘中发出的火焰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一项,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那时,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神就在荆棘中呼叫他说,摩西,摩西。 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进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都宫的挟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乃雨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喜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献献在以色列人的哀声打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建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队,神说,我是圣魔人,竟能去建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摩西队,神说,请看,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他叫圣魔名字,我要对他们说圣魔呢?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世世代代。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 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也看见你们在埃及所受的。 我也说,我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喜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献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准之不用大能的手,埃及王室不容你们去的。 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歧视,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 我必给这百姓在埃及人眼前施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 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居,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借金器银器和衣服。 你们必给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出埃及记第四章。 摩西回答说,看啊,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肾膜。 他说,是账。 耶和华说,丢在地上。 他一丢下去,就便坐舌,摩西便跑开。 耶和华对摩西说,将你的手伸出来,拿住驼的尾巴。 他便将手伸出,捉住那蛇,蛇在他手中,就便胃肠。 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 耶和华又对他说,你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 不料,他的手长的大麻风,如雪一样。 耶和华说,你再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他怀里抽出来。 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 又说,躺或他们不信你,也不听第一个神迹的话,他们必信后来神迹的话。 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 你从河里取的水,避在旱地上便作泄。 摩西对,耶和华说,我,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你的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 我本是捉口笨蛇的。 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哑,耳聋,慕名,眼瞎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我必与你的口同在,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摩西说,我,主啊,你愿意借着谁的手,就打发谁去吧。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立位人亚伦吗? 我知道他是能言的。 你看,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他心里就欢喜。 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与你的口同在,并与他的口同在,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 你手里要拿这掌,好行神迹。 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献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仍存活不适。 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 耶和华在米殿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所你命的人都死了。 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 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只是你的一切歧视行在法老面前。 但我要使他的心当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 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事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 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 希伯拉就拿一块尖石,割下他儿子的包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留人血的丈夫了。 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 希伯拉说,你因戈里就是留人血的丈夫了。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 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 摩西将打发他的,耶和华所说的话,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 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 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 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检查他们的困苦,就低头敬拜,出埃及记第五章。 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从他的话,容以色列去呢? 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去。 他们说,西伯来人的,神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荒漠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或刀兵攻击我们。 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矿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 法老又说,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 当日,法老吩咐督工的和他们的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他们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 你们要把更多的工作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容他们听虚空的言语。 都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 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减碎皆当做草。 都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 法老都工的,则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魏慎摩没有照相来的树木做砖,玩你们的工作呢? 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魏慎摩这样带你的仆人。 都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 看啊,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 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 现在你们去做工吧。 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树交纳。 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见他们是遭遇祸患了。 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见察你们,实行判断。 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地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慎魔苦待这百姓呢? 你为慎魔打发我去呢? 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你的百姓,出埃及记,第六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地守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神小玉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以神权能者为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我又坚定与他们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做客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 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 我要用伸出来的绑币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我是耶和华。 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残忍,又因灵理仇烦,不肯听他的话。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他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啊,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嘴唇未受割礼的人呢? 耶和华小玉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领出来。 在他们附加位守的名字记载下面,以色列长子吕变的儿子是哈诺,法洛,西斯伦,加米,这是吕变的格加。 西勉的儿子是耶姆利,雅米,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勉的格加。 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载下面,就是格顺,格侠,米拉利。 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住家室是利尼,是美。 格侠的儿子是暗兰,以色哈,西伯伦,吴薛。 格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 米拉利的儿子是莫利和姆士,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们的后代。 安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 安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以色哈的儿子是格拉,尼腓,西基利。 乌薛的儿子是米莎利,以利撒凡,西提利。 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姊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 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个家。 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这些是利未人父家之手,都按着他们的家。 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的领出来。 这是对纳亚伦、摩西说的。 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 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耶和华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 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啊,我是嘴唇未受割礼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 出埃及记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啊,我使你在法老面前未审,你的哥哥亚伦要做你的先知。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要他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的心当硬,也要在埃及的多行神迹歧视。 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的领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监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 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 耶和华小于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 你就对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 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并他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 于是,法老照了智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 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 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容百姓去。 明日早晨,你要到法老那里去,看啊,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 你要对他说,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献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是凤我。 到如今,你还是不听。 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要用我手里的杖机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蛇,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喝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身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西、河、池、糖以上,叫水都变作蛇。 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 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地行。 亚伦在法老并他臣仆眼前,举仗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蛇了。 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喝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 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 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心放在这世上。 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记打河以后,满了七天,出埃及记第八章。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你若不肯容他们去,看啊,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多多滋生青蛙。 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进你臣仆的房屋, 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 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身在西和吃以上,使青蛙到埃及的上来。 亚伦便伸手在埃及的珠水椅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 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摩西对法老说,荣幸知智,我要和十位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 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 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 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村中、田剑的青蛙都死了。 众人把青蛙收据成堆,遍地就都腥臭。 但法老剑灾祸松缓,就硬灼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鸡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 他们就这样行。 亚伦伸出手中的杖鸡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 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确实不能。 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 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指头。 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他们好事奉我。 不然,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看啊,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 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 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戈山地,是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 好叫你到底知道我是在大地之间的耶和华。 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 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 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的祭祀你们的神吧。 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看啊,我们岂可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位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 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住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 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你们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 摩西说,看啊,我要离开你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直也没有留下。 这一次,法老又硬灼心,不容百姓去出埃及记第九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稀薄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他们好事奉我。 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看啊,耶和华的手夹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慎重的瘟疫。 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 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 第二天,耶和华就行那时,埃及的牲畜尽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 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 法老的心却是刚硬,不容百姓去。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取鸡捧卢,摩西要在法老眼前向天扬起来。 这会要在埃及全地变作细尘,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窗。 摩西,亚伦取了卢灰,站在法老面前。 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窗。 刑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窗。 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他们好事奉我。 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阳临到你心上,并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全地上没有像我的。 如今我要伸手,我好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如此你就必从地上被剪除。 为此,我特要将你兴起来,为要在你身上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 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 看啊,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慎重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 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 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仆人和牲畜逃进家来。 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仆人和牲畜留在田里。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手,是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书上都有冰雹。 摩西向天伸仗,耶和华就打雷下薄,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薄在埃及地上。 那时,薄与火混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像这样的。 在埃及遍地,薄基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书,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 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戈山地没有冰雹。 法老打发人赵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 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 请你们求,耶和华,因这已经够了,免得这地再有大雷轰和冰雹,我就容你们去,你们必不再久留。 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壁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 至于你和你的臣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 那时,麻和大麦被薄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土碎,麻也开了花。 只是小麦和黑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掌成。 摩西离了法老出城,想,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博就止住,雨也不再叫在地上了。 法老见语和博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婆都硬灼心。 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助摩西所说的《出埃及记》第十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 我使他和他臣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面前显我这些神迹, 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 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西伯来人的, 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谦卑自己,要到基石呢。 容我的百姓去,他们好事奉我。 不然,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 看啊,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 通要遮满地面,甚至看不现的, 并且吃那冰雹所给你们剩的, 并田兼给你们所藏的一切树木。 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 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 都要被蝗虫占满了。 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 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在。 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 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 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基石呢? 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 埃及已经败坏了, 你还不知道吗? 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 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但那要去的是谁呢? 摩西说, 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 儿子女儿同去, 且把我们的羊群牛群一同带去, 因为我们勿要向耶和华守节。 法老对他们说, 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 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 你们要谨慎, 因祸换在你们面前了。 不可都去, 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 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 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赶出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埃及的伸手, 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 吃地上一切的菜书, 就是冰雹所剩的。 摩西就向埃及的身杖, 那一昼一夜, 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 到了早晨, 东风把蝗虫刮了来。 蝗虫上来, 遍满埃及, 又落在埃及的四径。 甚是厉害, 以前没有这样的, 以后也必没有。 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 甚至的都黑暗了, 又吃地上一切的菜书, 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 埃及遍地, 无论是树木, 是田间的菜书, 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于是, 法老吉盲罩了摩西, 亚伦来, 说, 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 神又得罪了你们。 现在求你, 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 求耶和华你们的, 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 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 耶和华。 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 把蝗虫刮起, 吹入红海, 在埃及的四镜连, 一只也没有留下。 但, 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 不容以色列人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天伸手, 是埃及的黑暗, 这黑暗似乎摸得住。 摩西向天伸手, 有幽暗变满埃及三天。 三天之久, 人不能相见, 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 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 法老就召摩西来, 说, 你们去侍奉耶和华, 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 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 摩西说, 你必须把祭物和凡祭生交给我们, 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 连一体也不留下, 因为我们必要从其中取出来, 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未到那里, 还不知道必须用慎魔侍奉耶和华, 但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 不肯容他们去。 法老对摩西说, 你离开我去吧, 你要小心, 不要再见我的面, 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 你就必死。 摩西说, 你说得好, 我必不再献你的面了。 出埃及记第十一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在使一样的灾阳临到法老和埃及, 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 他容你们去的时候, 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 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 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居借金器银器。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并且摩西在埃及地, 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 摩西说, 耶和华这样说, 约到半夜, 我必出去寻行埃及遍地。 凡在埃及地, 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墨子后的婢女, 所有的长子, 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 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 从前没有像这样的, 后来也必没有。 至于以色列民中, 无论是人是牲畜, 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 好叫你们知道, 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分别出来。 你这一切尘徒都要下来见我, 屈身下拜, 说, 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 然后我要出去。 于是, 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 出去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法老必不听你们, 使我的歧视在埃及的多起来。 摩西, 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耶和华在埃及的小域摩西, 亚伦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征月, 为一年之首。 您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 本月初十日, 个人要按祝福家取棉羊羔, 一家一只,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 吃不了一只棉羔羔, 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居 共取一只。 你们预备棉羔羔, 要按照人数和个人食量计算。 要无残疾, 一岁的公棉羔羔, 你们或从棉羊里取, 或从山羊里取, 都可以。 你们要留到同月十四日, 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去点血, 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 和门楣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 用火烤了, 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 断不可吃用水煮的, 要带着头, 腿, 五脏, 用火烤了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 若留到早晨, 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竖带, 脚上穿鞋, 手中拿杖, 赶紧地吃, 这是耶和华的愉悦节。 因为这夜, 我要寻行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 无论是人事牲畜, 都击杀了, 又要向埃及一切的众神施行审判。 我是耶和华, 这穴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 我一见这些, 就越过你们去。 我击杀埃及的投生的时候, 再样必不临到你们身上面你们。 你们要纪念这日, 要世世代代守卫, 耶和华的节, 守卫你们永远的定令。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 第一天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 因为从第一天起到第七天位置, 凡吃有教之饼的, 必从以色列中捡出。 第一天你们当有盛会, 第七天也当有盛会。 这两日之内, 除了预备个人所必要赤的以外,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你们要守无教节, 因为我正当这日, 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所以, 你们要守这日, 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令。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 直到二十一日晚上, 你们要吃无酵饼。 在你们各家中, 七日之内不可有酵, 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 无论是外人, 是本地的, 必从以色列的会中捡出。 有酵的物, 你们都不可吃, 在你们一切住处, 要吃无酵饼。 于是, 摩西照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绵羊羔, 把治愈月节的绵羊羔宰了。 拿一把牛西草, 战盆里的血, 再把战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 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 直到早晨。 因为, 耶和华要寻行击杀埃及人, 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 就避越过那门, 不容毁灭者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 这里, 你们要守着, 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力。 日后, 你们到了, 耶和华按着他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 就要守这里。 那时,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 行这里是什么意思? 您就说, 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他击杀埃及人, 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 救了我们个家。 于是百姓低头敬拜, 以色列人就去,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 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到了半夜, 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 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 直到被掳求在身牢里之人的长子, 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 尽都杀了。 法老和一切臣仆, 并埃及众人, 夜间都起来了。 在埃及有大哀嚎, 吴一家不死一个人的。 夜间,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 说起来, 连你们带以色列人, 从我民中出去, 依你们所说的, 去世奉耶和华吧。 也依你们所说的, 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 并要为我祝福。 埃及人催促百姓, 打发他们, 快快出离那地, 因埃及人说, 我们都要喂死人了。 百姓就拿着没有叫的生面, 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 扛在肩头上。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画形, 他们便向埃及人借金器、 银器和衣服。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以至埃及人借他们所要的。 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以色列人从蓝色起行, 往舒割去, 除了孩子, 不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 又有咸杂之众, 并许多洋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 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 烤成无教兵。 这生面缘没有发起, 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 不能单言, 也没有为自己预备慎魔食物。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 共寄居四百三十年。 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的出来了。 这也是耶和华的那一, 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 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 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 耶和华对摩西, 亚伦说, 逾越节的历是这样, 外人都不可吃这羊羔, 但个人用钱买的仆人, 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 寄居的和雇佣的仆人都不可吃, 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 你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 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里。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 愿想耶和华首于月节, 他所有的男子物要受割礼, 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 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 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 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利,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 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 正当那日, 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 从埃及的领出来,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以色列中烦头生的, 无论是人是牲畜, 都是我的, 要焚别位圣归我。 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要纪念从埃及魏奴之家出来的这日, 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 有教的饼都不可吃, 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 将来, 耶和华领你进家男人、 贺人、 亚摩利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之地, 就是他向你的祖宗启示, 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 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 你要吃无教饼七日到第七天药像, 耶和华守节, 这七日之久, 要吃无教饼, 在你四镜之内不可见有教的饼, 也不可见发教的物。 当那日, 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 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 为我所行的事。 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 在你两眼当中做纪念, 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 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 所以你每年要按住日期守这令。 将来, 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士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 把这的赐给你, 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 供的都要数, 耶和华。 凡投生的驴, 你要用绵羊膏带熟, 若不带熟, 就要打折驼的景象。 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熟出来。 日后, 那时你的儿子问你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对他说, 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 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 耶和华就把埃及的所有投生的, 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 因此, 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生出现给耶和华未记, 但将投生的儿女都赎出来。 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 在你两眼当中做俄阁, 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 非历世帝的道路虽近, 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神说, 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 所以, 神灵百姓绕道而行, 走红海旷野的路,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顶盔灌甲上去。 摩西把约瑟的海骨一同带去, 因为约瑟曾教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 对他们说, 神必眷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海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 他们从舒戈起行, 在旷野边的一趟安营。 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 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他总不收去, 使住离开百姓的面前, 出埃及记第十四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转回, 安营在比哈西路前, 密夺河海的中间, 对着巴黎喜分, 靠近海边安营。 法老必说, 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 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是法老的心刚硬, 他要追赶他们, 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的荣耀,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于是, 以色列人这样行了。 有人告诉埃及王, 说百姓逃跑, 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贬心, 说, 我们容以色列去, 不再服侍我们, 我们为何做了这事呢? 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 带领军兵同去, 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 和埃及所有的车, 每辆都有车兵长。 耶和华是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 他就追赶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便以高举地守出埃及。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一切的马匹, 车辆, 马兵, 与军兵就在海边上, 靠近比哈西路, 在巴黎喜分前面, 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 法老临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 就甚惧怕, 向耶和华哀求。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你为甚魔这样带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 岂没有对你说过, 不要搅扰我们, 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 比死在旷野还好。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 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 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甚魔向我哀求呢? 你告诉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举仗向海伸手, 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前地, 看啊,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跟着下去。 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 车辆, 马兵上的荣耀。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 马兵上的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 神的天使转到他们后边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 向埃及营一边视云和黑暗, 为向以色列营一边发光。 如此, 中叶两下不得相近。 摩西向海伸手, 耶和华便用大东风, 使海水一夜退去, 水便分开, 海就成了前地。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前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坐了墙员。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一切的马匹, 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 到了成更的时候, 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 难以行走。 以致埃及人说, 我们从以色列面前逃跑吧, 因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攻击埃及人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海伸手, 叫水仍合在埃及人, 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 摩西就向海伸手, 到了天一亮, 海水力量复原。 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 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水就回流, 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前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员。 当日, 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人的手, 以色列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 以色列看见, 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 就敬畏耶和华, 又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 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那时, 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地投在海中。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 神, 我要给他预备居所, 是我父亲的, 神, 我要尊崇他。 耶和华是战士, 他的名是耶和华。 法老的车辆, 军兵, 耶和华已抛在海中, 他特选的军长都焉于红海, 深水淹没他们, 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 耶和华啊, 你的右手施展能力, 显出荣耀, 耶和华啊, 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你以大能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 你发出烈怒如火, 烧灭他们像烧碎街一样。 你发鼻中的气, 水便聚起成堆, 大水直立如垒, 海中的深水凝结。 仇敌说, 我要追赶, 我要追上, 我要分卤物, 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所欲的, 我要拔出刀来, 亲手杀灭他们。 你叫风一吹, 海就把他们淹没, 他们如千尘在大水之中。 耶和华啊, 众神之中, 谁能像你, 谁能像你至圣至荣, 可颂可畏, 施行其事。 你伸出右手, 地便吞灭他们。 你凭此爱领了你所熟的百姓, 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居所。 人必听见, 并且害怕, 愁苦抓住巴勒斯坦的居民。 那时, 以东的族长要惊慌, 磨压的英雄要被战精抓住, 迦南的居民心都必融化, 惊骇恐惧临到他们。 耶和华啊, 以你绑壁的大能, 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 等候你的百姓过去, 等候你所熟的百姓过去。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 在于你产业的山上, 耶和华啊, 就是在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 主啊, 就是在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耶和华必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法老的马匹, 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 耶和华使海水回流, 淹没他们, 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前地。 亚伦的子子, 女先知米利安, 手里拿着鼓, 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拿鼓跳舞。 米利安应声说, 你们要歌颂耶和华,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地投在海中。 摩西陵以色列, 从红海往前行, 到了舒尔的旷野, 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 找不着水。 到了马拉, 不能喝那里的水, 因为水苦, 所以那地名叫马拉。 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 说, 我们喝甚魔呢。 摩西呼求, 耶和华, 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 典章, 在那里试验他们, 又说, 你若留意听, 耶和华你, 神的话, 又行他眼中看胃症的事, 留心听他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是医治你的, 耶和华。 他们到了以林, 在那里有十二口水井, 七十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 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 在出埃及后, 第二个月十五日, 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 训的矿野。 以色列全会众在矿野向摩西, 亚伦发愿言, 以色列人对他们说, 请愿, 神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耶和华的手下, 那时, 我们坐在肉锅旁边, 吃得饱足,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 到这矿野, 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啊,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 每天收每天锁定之分, 我好试验, 他们肯遵我的律法不肯。 到第六天, 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 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摩西, 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 到了晚上, 你们要知道是, 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的领出来的。 早晨, 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因他听见你们向耶和华所发的怨言了。 我们算慎魔, 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 摩西又说, 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 早晨必给你们食物的宝, 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 他都听见了。 我们算慎魔, 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 乃是向耶和华发的。 摩西对亚伦说, 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 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 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 他们向旷野观看, 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 耶和华小于摩西说,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 你告诉他们说, 到黄昏的时候, 你们要吃肉, 早晨必有食物的宝,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到了晚上, 有安纯飞来, 遮满了影, 早晨军中四围的地上沾有露水。 沾露上升之后, 不料, 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原物。 以色列人看见, 不知道是圣魔, 就彼此说, 这是马。 摩西对他们说, 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食量, 喂账棚里的人, 按着人数收起来, 各拿一额没耳。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有多收的, 有少收的。 极致用俄美尔粮一量, 多收的也没有鱼, 少收的也没有缺, 个人按着自己的食量收取。 摩西对他们说, 所收的, 不许慎魔人流到早晨。 然而, 他们不听摩西的话, 内中道友江曼纳流到早晨的, 就生虫变臭了。 摩西便向他们发怒, 他们每日早晨, 按着个人的食量收取, 日头一发热, 就融化了。 到第六天, 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 每人两额没耳。 会议中的官长来, 告诉摩西, 摩西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明天是圣安息日, 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 你们要烤的, 就今日烤了, 要煮的就煮了, 你们所剩下的, 都留到早晨。 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 留到早晨, 也不臭, 里头也没有虫子。 摩西说, 今天吃那个吧, 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你们今日在田野壁找不住了。 六天刻意收取, 第七天乃是安息日, 在那一天必没有了。 第七天, 百姓中有人出去收, 甚么也找不着。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 要到基石呢? 你们看, 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 所以第六天, 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 第七天, 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 不许慎魔人出去。 于是, 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这食物以色列加叫马啊, 他的样子像颜衰子, 颜色是白的, 滋味如同混了蜜的薄饼。 摩西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要将一满俄美尔玛 拿流到世世代代, 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 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 摩西对亚伦说, 你拿一个罐子, 乘一满俄美尔玛啊, 存在耶和华面前要流到世世代代。 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 亚伦就怎么行, 把马哪放在法板前存留。 以色列人赤马哪共四十年, 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 就是迦南的境界。 俄美尔就是依法的十分之一, 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以色列全会众多案, 耶和华的吩咐, 随着战口从训的旷野起行, 在立飞定安营, 百姓没有水喝。 所以, 百姓与摩西相闹, 说, 给我们水喝吧。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卫甚魔与我相闹, 卫甚魔试探, 耶和华呢? 百姓在那里甚渴, 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 说, 你卫甚魔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 摩西就呼求, 耶和华说, 我向这百姓该做甚魔呢? 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仗, 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 从百姓面前走过去。 看啊, 我必在和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刻意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萨, 又叫米利巴, 因为以色列人嚷闹, 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 说, 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那时, 亚玛利来在立非定和以色列征战。 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 于是, 约书亚照住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 和亚玛利人征战。 摩西, 亚伦, 与霍尔都上了山顶。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就得胜, 何时垂手, 亚玛利就得胜。 但摩西的手发沉, 他们就搬石头来, 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 亚伦与霍尔扶着他的手,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 约书亚用刀刃惊散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除掉了, 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 又念给约书亚听。 摩西住了一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又说, 耶和华已经起了事, 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出埃及记第十八章, 摩西的岳父, 米甸祭司叶特罗, 听见, 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 就是, 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 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 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 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格顺, 因为摩西说, 我在外邦做了外邦人, 一个名叫以利以谢, 因为他说, 我父亲的神做我帮助, 就我脱离法老的刀。 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 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他对摩西说, 我是你岳父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 摩西迎接他的岳父, 向他下拜, 与他亲嘴, 彼此问安, 都进了帐篷。 摩西将, 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 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 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并, 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 都述说与他岳父听。 耶特罗因, 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 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便是很欢喜。 耶特罗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 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 我现今在埃及人发狂傲的事上得知, 耶和华超乎诸神之上, 比众神都大。 摩西的岳父耶特罗把凡戒和基武献给神, 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 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饼。 第二天, 摩西坐着审判百姓, 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 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 就说, 你向百姓做的是圣魔事呢? 你为圣魔独自坐着, 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 摩西的岳父说, 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 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 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 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力和法度。 摩西的岳父说, 你这做得不好, 你和这百姓必都疲惫, 因为这是与你太重, 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 我为你出个主意, 愿神与你同在。 你要替百姓到, 神面前将案件奏告, 神又要将律力和法度教训他们, 只是他们必须行得到必要做的事。 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 就是敬畏, 神, 诚实无望, 恨不易之财的人, 派他们做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管理百姓,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 大事都要成到你这里, 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 这样, 你就清省些, 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 你若这样行, 神也这样吩咐你, 你就能受得住, 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 于是, 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 按着他所说的去行。 摩西从以色列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 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 做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他们随时审判百姓, 有难断的案件就乘到摩西那里, 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 此后, 摩西让他的岳父去, 他就往本地去了,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他们离了离非定, 来到西奈的荒漠, 以色列就在旷野的山下安影。 摩西道, 神那里,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小玉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如今,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众民中特做属我的财宝。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未圣节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 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 都在他们面前沉迷。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 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看啊, 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 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 就永远信你了。 于是, 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 耶和华。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你往百姓那里去, 今天明天将他们分别喂圣, 又叫他们洗净自己衣服,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 因为第三天, 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 你要在山的思维给百姓定界线, 说, 你们当谨慎, 不可上山去, 也不可摸山的边界, 凡摸这山的, 必要致死它。 不可用手摸它, 必用石头打死, 或用剑射头, 无论是人是牲畜, 都不得活。 到号生脱长的时候, 他们才可上到山来。 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 分别百姓喂圣, 他们就洗净自己衣服。 他对百姓说,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 不可亲近你们的妻。 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有雷轰, 闪电和密云, 并且号声甚大, 营中的百姓尽都发产。 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 神都站在山下。 西奈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 如炉冒烟一般, 扁山大大的震动。 号声长久, 渐渐的大而又大, 摩西就说话, 神有声音回答他。 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上, 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 摩西救上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下去嘱咐百姓, 不可闯过来道, 耶和华面前观看, 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 又叫亲近耶和华的祭司自解, 恐怕耶和华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摩西对耶和华说, 百姓不能上西奈山, 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 要在山的四围定界线, 叫山成圣。 耶和华对他说, 下去吧, 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 只是祭司和百姓, 不可闯过来上道, 耶和华面前, 恐怕他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沈小玉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的魏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众神, 你别为自己做肾摩雕刻的像, 也不可做肾摩形像, 彭扶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你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们。 因为我, 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四代。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 你不可妄称, 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 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 他未无罪。 当即念安息日, 守卫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天是向, 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徒币, 牲畜, 并你城门里的外人,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早天, 地, 海和其中的一切, 第七天便安息。 所以, 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 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 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你不可杀人, 你不可奸淫, 你不可偷盗, 你不可作假见证, 陷害邻居。 你不可贪恋邻居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邻居的妻子, 扑婢, 牛驴, 并邻居一切所有的, 众百姓献献雷轰, 闪电, 号声, 山上冒烟, 众百姓既看见, 就都迁移, 远远地站立。 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 我们必听, 不要, 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 摩西就挨尽, 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 你们自己看见, 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 你们不可作甚魔神像, 与我相配, 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 你要为我铸土坛, 在上面以牛羊, 献为凡记和平安静。 凡记下我明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你若为我铸一座石坛, 不可用凿成的石头, 因你在上头一栋家具, 就把坛污秽了。 你上我的坛, 不可用台阶, 免得露出你的裸体来。 出埃及记第21章, 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点章是这样, 你若买西伯来人做仆人, 他必服侍你六年, 第七年他可以自由, 白白地出去。 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 他若有妻, 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 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 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 他要独自出去。 唐祸仆人明说, 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 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 又要带他到门前, 靠近门框, 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人若卖女儿做婢女, 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 主人选定他归自己, 若不喜欢他, 就要许他赎身。 主人既然用诡诈带他, 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 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 就当代他如同女儿。 若另取一个, 那女子的食物、 衣服并婚姻的本分仍不可减少。 若不像他行这三样, 他就可以不用钱熟白白地出去。 打人以致打死的, 必要把他治死。 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 乃是神交在他手中, 我就设下一个地方, 他可以往那里逃跑。 然而, 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居, 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 你也当捉去把他治死。 打父母的, 必要把他治死。 拐带人口, 或是把人卖了, 或是留在他手下, 必要把他治死。 周骂父母的, 必要把他治死。 人若彼此相争, 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 尚且不至于死。 不过躺卧在床, 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 那打他的可算无罪, 但要将他耽误的时间用钱陪补, 并要将他全然医好。 人若用棍子打仆人或婢女, 历史死在他的手下, 他必要受刑。 然而, 若过一两天才死, 就可以不受刑, 因为是用钱买的。 人若彼此争斗, 伤害有孕的妇人, 甚至流产, 随后却无别害, 那伤害她的, 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 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 若有别害, 就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涝还涝, 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 人若打坏了他仆人或是婢女的一只眼, 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 若打掉了他仆人或是婢女的一个牙, 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 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 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 却不可吃驼的肉, 牛的主人可算无罪。 倘若那牛素来用脚处人的, 有人报告了牛主, 他竟不把牛附着, 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 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 牛主也必至死。 若罚他赎命的钱, 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 牛无论处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 必照这里办理。 牛若处了仆人或是婢女, 必将银子三十社克乐给他们的主人, 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 人若藏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 有牛或驴吊在里头, 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 死牲畜要归自己。 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 以至于死, 他们要卖了活牛, 平分价值, 也要平分死牛。 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处人的, 主人竟不把牛附着, 他必要以牛还牛, 死牛要归自己。 《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 人若偷牛或羊, 无论是宰了是卖了, 他就要以五牛陪一牛, 四羊陪一羊。 人若遇见贼在挖, 把贼打了, 以至于死, 就不能以他未留人血的。 若太阳已经出来, 就以他未留人血的。 贼若被拿, 总要赔还, 若他一无所有, 就要被卖, 顶他所偷的物。 若实在找着他所偷的, 或牛, 或驴, 或羊, 仍在他手下存活, 他就要双倍赔还。 人若在田间, 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 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 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 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 若点火焚烧荆棘, 以至将别人堆积的河捆, 占住的河架, 或是田园都烧尽了, 那点火的必要赔还。 人若将钱或家具交付邻居看守, 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 若把贼找到了, 贼要双倍赔还。 若找不到贼, 那家主就要被领到审判官那里, 要看看他拿了他邻居的物件没有。 两个人的案件, 无论是卫肾膜过犯, 或是卫牛, 卫驴, 卫羊, 卫衣服, 或是卫肾膜失掉之物。 有一人说, 这是我的, 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 审判官定谁有罪, 谁就要给他邻居双倍赔还。 人若将驴, 或牛, 或羊, 或别的牲畜, 交付邻居看守, 牲畜或死, 或受伤, 或被赶去。 无人看见, 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启示, 手里未曾拿邻居的物, 本主就要罢休, 看守的人不必赔还。 圣处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 他就要赔还本主, 若被野兽撕碎, 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 所思的不必赔还。 人若向邻居戒肾膜, 所戒的或受伤, 或死, 本主没有同在一处, 戒的人总要赔还, 若本主同在一处, 他就不必赔还, 若是顾的, 也不必赔还, 本是未顾嫁来的。 人若隐幼没有受聘的处女, 与他同情, 他总要交出聘礼, 娶他为妻。 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 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 交出钱来。 横邪术的女人, 你不可容他存活, 凡与受银河同情的, 总要把他致死。 祭祀别审, 不单单祭祀, 耶和华的, 那人必要灭绝。 不可恶待克吕, 也不可欺压他,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克吕。 不可苦待寡妇和无妇的孩子, 若是苦待他们一点, 他们向我一哀求, 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 并要发烈怒, 用刀杀你们, 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 儿女没有父亲。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 你若借钱给他, 不可如放债地向他取利。 你急或拿邻居的衣服做抵押, 避在日落以先归还他, 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 是他盖身的衣服, 若是没有, 他拿肾磨睡觉呢? 他哀求我, 我就听云, 因为我是有恩典的。 你不可辱骂众神, 也不可咒骂你百姓的官长, 你要将你出熟的果子, 和你的酒浆拿来献上, 不可迟言, 你要将投生的儿子归给我。 你牛羊投生的, 也要这样, 七天当跟着母, 第八天要归给我。 你要在我面前, 未圣洁的人。 因此, 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 你们不可吃, 要丢给狗吃, 出埃及记, 第二十三章, 你不可随伙不散谣言, 不可与恶人联手望作见证。 你不可随众行恶, 你别在征颂的事上随众偏行, 做见证趋往正直, 也不可在征颂的事上偏忽穷人。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路, 总要迁回来交给他。 若看见恨你人的驴鸦卧在仲托之下, 不可走开, 无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仲托。 你不可在穷人征颂的事上, 趋往正直。 当远离虚假的事, 不可杀无辜和有益的人, 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 不可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变瞎了, 又能颠倒一人的话。 你不可欺压客旅, 因为你们在埃及的做过客旅, 知道客旅的心。 六年你要种你的地, 收藏土产, 只是第七年要较地歇息, 不耕不种, 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 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 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 也要照样办理。 六日你要做工, 第七天要安息, 使你的牛、驴可以歇息, 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做客旅的都可以舒畅。 凡我对你们说的话, 你们要谨守。 别神的名, 你不可提, 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 一年三次, 你要向我守节, 你要守处教节, 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亚比越内所定的日期, 吃无教饼七天。 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因为你是这月除了埃及, 又要守守歌节, 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 劳碌地来出熟之物, 并在年底收藏, 要守守藏节。 一切的南丁, 要一年三次朝见, 煮耶和华。 你不可将我寄生的 血和有教的丙一同献上, 也不可将我寄生的汁油 留到早晨。 你地里首先出熟之物, 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 你不可用山羊膏母的 乃煮山羊膏。 看啊, 我差遣一个天使在你前面, 在路上保护你, 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他是封我明来的, 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 听从他的话, 不可惹他, 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然而, 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 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 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 向你的敌人做敌人。 我的天使要在你前面行, 领你到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迦南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那里去, 我必将他们捡出。 你不可跪拜他们的众神, 不可侍奉他, 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 你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 打碎他们的像。 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 神, 他必赐付予你的粮与你的水, 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你竟内必没有流产的, 不遇的, 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树木。 凡你所到的地方, 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 毁灭, 又要使你一切仇敌准备逃跑。 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 把西魏人, 迦南人, 赫人赶出去。 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恐怕的成为荒凉, 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 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等到你的人数家多承受那地畏业。 我要定你的境界, 从红海直到菲利士海, 又从荒漠直到大河。 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 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众神立约。 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 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 你若侍奉他们的众神, 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 他对摩西说, 你和亚伦, 拿达, 亚比户,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要上到耶和华这里来, 远远地敬拜。 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 他们却不可亲近, 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摩西下来, 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 众百姓齐声回答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话,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清早起来, 在山下住一座坛, 按以色列十二支派里十二根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凡戒, 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静。 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 一半洒在坛上。 他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他们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 说, 你看, 这是立约的血, 是耶和华按这一切 划于你们立约的凭据。 摩西、亚伦、 拿达、亚比户,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旁腑有平铺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镜。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人的贵族身上。 他们观看, 神, 他们又吃又喝。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上山到我这里来, 住在这里, 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 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 上了神的山。 摩西对长老说, 你们在这里等着, 等到我们再回来, 看啊, 有亚伦、 呼尔与你们同在, 凡有争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摩西上山, 有云彩把山遮盖。 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 云彩遮盖山六天, 第七天他从云中照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 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 摩西进入云中上山, 在山上四十昼夜, 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 凡甘心乐意的, 你们就可以把礼物收下归我。 所要收的礼物, 就是金、 银、 铜、 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细麻、 山羊毛、 染红的公棉羊皮、 欢皮、 造甲木、 点灯的油柄做告油和美香的香料, 红马脑与别样的宝石, 可以镶嵌在乙符的和胸牌上。 又当为我造圣索,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制造帐木和其中的一切器具, 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要用造甲木做一柜, 长二肘磅, 宽一肘磅, 高一肘磅。 要里外包上纯金, 四围镶上金牙边。 也要住四个金环, 安在柜的四角上, 这边两环, 那边两环。 要用造甲木做两根杠, 用金包裹。 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 以便抬柜。 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 不可抽出来。 必将我索要赐给你的法板, 放在柜里。 要用纯金做施恩座, 长二肘磅, 宽一肘磅。 要用金子垂出两个基禄帛来, 安在施恩座的两头。 这头做一个基禄帛, 那头做一个基禄帛, 二基禄帛要接连一块, 在施恩座的两头。 二基禄帛要高张翅膀, 遮掩施恩座。 基禄帛要脸对脸, 朝着施恩座。 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 又将我索要赐给你的法板, 放在柜里。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禄帛中间, 和你谈论我索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要用造夹木做一张桌子, 长二肘, 宽一肘, 高一肘磅。 要包上纯金, 四围镶上金牙边。 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 横梁上镶着金牙边。 要做四个金环, 安在桌子的四角上, 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 安环子的地方, 要与横梁相对, 可以穿杠抬桌子。 要用造夹木做两根杠, 用金包裹, 以便抬桌子。 要做桌子上的盘子, 条羹, 摒契上的盖, 碗和盖碗的, 这都要用纯金制作。 又要在桌子上, 在我面前, 常摆尘射饼。 要用纯金做一个竹台, 竹台的做和韩语碗, 球, 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 竹台两旁, 要插出六个枝子, 这旁三个, 那旁三个。 这旁每枝上有三个碗, 形状像姓花, 有球, 有花。 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碗, 形状像姓花, 有球, 有花。 从竹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 都是如此。 竹台上有四个碗, 形状像姓花, 有球, 有花。 竹台每两个枝子以下, 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 竹台出的六个枝子, 都是如此。 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 都是一块纯金锤出来的。 你要做旗上的七个灯盏, 祭司要点这灯, 使灯光对照。 其辣茧和辣花盘, 也是要纯金的。 做它和这一切的器具, 要用纯金以它连得。 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出埃及记, 第二十六章, 你要用十幅曼子做帐。 这些曼子, 要用碾的细码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限制造, 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禄帛。 每幅曼子, 要长二十八轴, 宽四轴, 曼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这五幅曼子要符符相连, 那五幅曼子也要符符相连。 在这相连的曼子墨幅边上, 要做蓝色的钮扣, 在那相连的曼子墨幅边上, 也要照样做。 要在这相连的曼子上, 做五十个钮扣, 在那相连的曼子上, 也做五十个钮扣, 都要两两相对。 又要做五十个金钩, 用钩使曼子相连, 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你要用山羊毛之十一幅曼子, 作为帐幕以上的照棚。 每幅曼子要长三十轴, 宽四轴, 十一幅曼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要把五幅曼子连成一幅, 又把六幅曼子连成一幅, 这第六幅曼子要在赵鹏的前面折上去。 在这相连的曼子墨幅边上, 要做五十个钮扣, 在那相连的曼子墨幅边上, 也做五十个钮扣, 又要做五十个铜钩, 钩在钮扣中, 使赵鹏连成一个。 赵鹏的曼子, 所余那垂下来的半幅曼子, 要垂在帐幕的后头。 赵鹏的曼子所余长的, 这边一肘, 那边一肘, 要垂在帐幕的两旁, 遮盖帐幕。 又要用染红的宫棉羊皮, 做罩棚的盖, 再用欢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 你要用造夹木做帐幕的竖板, 每块要长十肘, 宽一肘半, 每块必有两笋相对。 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 帐幕的南面要做板二十块, 在这二十块板底下, 要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 两毛接这块板上的两笋, 两毛接那块板上的两笋。 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 也要做板二十块和带卯的银座四十个, 这板底下有两毛, 那板底下也有两毛。 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 要做板六块, 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两块。 板的下半截要双的, 上半截要整的, 只顶到第一个环子, 两块都要这样做两个拐角。 并有八块板和十六个带卯的银座, 这板底下有两毛, 那板底下也有两毛。 你要用造夹木做栓, 为帐幕这面的板做五栓, 为帐幕那面的板做五栓, 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 做西面的两块板。 板腰间的中栓, 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 板要用金子包裹, 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 栓也要用金子包裹。 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立起账目。 你要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之帐子, 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击露薄。 要把帐子挂在四根包巾的造夹木柱子上, 柱子上荡有金钩, 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 要是帐子垂在钩子下, 把法柜抬进帐子内, 这帐子要将圣锁和智圣锁隔开。 你又要把施恩坐安在智圣锁内的法柜上, 把桌子安在帐子外帐木的北面, 把竹台安在帐木的南面, 彼此相对。 你要拿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 用绣花的手工织杖木的门帘。 要用造夹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 用金子包裹。 柱子上荡有金钩, 又要为柱子用铜柱造五个带卯的座, 出埃及记第27章。 你要用造夹木做坛, 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 宽五肘, 高三肘。 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 与坛接连一块, 用铜把坛包裹。 要做傲, 收取坛上的灰, 又做铲子, 盆子, 肉叉子, 火顶, 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 要为坛做一个铜网, 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 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 拾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又要用造夹木为坛做杠, 用铜包裹。 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 用一台坛。 要用板做坛, 坛是空的, 都罩着在身上指示你的样式做。 你要做账木的院子, 院子的南面要用碾的细麻做遮连, 长一百肘。 还有柱子要二十根, 带毛的铜做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 北面也当有遮连, 长一百肘, 它的柱子二十根, 带毛的铜做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 院子的西面当有遮连, 宽五十肘, 它们的柱子十根, 带毛的做十个。 院子的东面要宽五十肘, 门这边的遮连要十五肘, 它们的柱子三根, 带毛的做三个。 门那边的遮连也要十五肘, 它们的柱子三根, 带毛的做三个。 院子的门当有帘子, 长二十肘, 要拿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合脸的细码, 用绣花的手工织成, 柱子四根, 带毛的做四个。 院子四位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 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座, 带毛的座要用铜座。 院子要长一百肘, 宽五十肘, 高五肘, 要用脸的细码座, 带毛的座要用铜座。 带毛各样用处的器具, 并带毛一切的钉子, 和院子里一切的钉子, 都要用铜座。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那位点灯导成的纯橄榄油拿来给你, 使灯常常燃着。 在会幕中法跪前的漫外, 亚伦和他的儿子, 从晚上到早晨, 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 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 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 亚比户, 以利亚撒, 以他马一同就近你, 给我共祭司的职份。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 为华美。 你又要告诉一切, 心中有智慧的, 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 给亚伦做衣服, 使他分别为圣, 可以给我共祭司的职份。 所要做的就是胸牌, 以福德, 外袍, 杂色的内袍, 冠冕, 腰带, 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 可以给我共祭司的职份。 要用金线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并细麻去做。 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并绵的细麻, 用巧匠的手工做以福德。 以福德当有两条肩带, 接上两头, 使他相连。 其上巧公之的袋子, 要和以福德一样的做法, 用以树上, 与以福德接连一块, 要用金线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并绵的细麻做成。 要取两块红麻脑, 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 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 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 要用刻宝石的手工, 彭福刻图书, 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刻这两块宝石, 要镶在金槽上。 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福德的两肩上,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 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 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 要用金子做二槽, 又拿纯金, 用拧弓旁腐拧绳子, 做两条链子, 把这拧成的链子打在二槽上。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 做一个审断的胸牌。 要和以福德一样的做法, 用金线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并碾的细麻做成。 这胸牌要四方的, 蝶位两层, 长一虎口, 宽一虎口。 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 第一行是红宝石, 红碧玺, 红玉, 第二行是绿宝石, 蓝宝石, 钻石, 第三行是紫玛瑙, 白玛瑙, 紫荆, 第四行是水仓玉, 红玛瑙, 碧玉。 这都要镶在金槽中。 这些宝石都要按照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 唐福克图书, 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要在胸牌上用纯金拧成如绳的链子, 在胸牌上也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 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 又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链子的那两头肩固在两槽上, 安在以符的前面肩带上。 要做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在以符的里面的边上。 又要另做两个金环, 安在以符德前面两旁的下面, 彼此相对之处, 在以符德巧公之的带子以上。 要用蓝细带子, 把胸牌的环子与以符德的环子细柱, 使胸牌贴在以符德巧公之的带子上, 不可与以符德离缝。 亚伦进圣所的时候, 要将审断的胸牌, 就是刻住以色列儿子名字的, 戴在他的心上, 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 又要将乌龄和土鸣放在审断的胸牌里, 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要戴在亚伦的心上, 在耶和华面前常在他的心上, 担当以色列人的审断。 你要坐以符德的外袍, 颜色全是蓝的。 袍上要胃头留一领口, 口的周围支出领边来, 旁扶铠甲的领口, 免得破裂。 袍子周围底边上, 要用蓝色、紫色、 珠红色线做石榴。 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 要有金铃档, 一个金铃档, 一个石榴, 一个金铃档, 一个石榴, 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 亚伦公直的时候, 要穿这袍子。 他晋升所道, 耶和华面前, 以及出来的时候, 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 使他不至于死亡。 你要用纯金做一面牌, 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 刻注归, 耶和华为圣。 要用一条蓝细带子, 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 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 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 这圣物是以色列人 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卫圣的。 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 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要用杂色细麻线之内袍, 用细麻布做冠冕, 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 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 腰带, 裹头巾, 为荣耀, 为华美。 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 又要高他们, 将他们分别卫圣, 好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 遮掩下体, 裤子当从腰打到大腿。 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 或就进坛, 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 免得单罪而死。 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 做永远的定力, 出埃及记第29章, 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 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要如此行, 取一只公牛毒, 两只无残疾的公棉羊, 无酵饼和吊油的无酵饼, 与抹油的无酵薄饼, 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 这饼要装在一个篮子里, 连篮子带来, 又把公牛和两只公棉羊牵来,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 用水洗身。 要给亚伦穿上内袍, 和以福德的外袍, 并以福德又戴上胸牌, 树上以福的巧公支的袋子, 把冠冕带在他头上, 江圣关家在冠冕上, 就把告友倒在他头上高塔, 要叫他的儿子来, 给他们穿上内袍, 给亚伦和他儿子树上腰带, 包上裹头巾, 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 得了祭司的职任, 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喂圣。 你要把公牛带到会幕前, 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 在会幕门口, 宰着公牛, 要取些公牛的血, 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 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 要把一切盖脏的枝油, 羽杆上的网子,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都烧在坛上, 只是公牛的皮, 肉, 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 这牛世俗最尽, 你要牵一只公棉羊来, 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 要宰着公棉羊, 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要把公棉羊切成筷子, 洗净五脏和腿, 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 要把全只公棉羊烧在坛上, 是给耶和华献的梵祭, 是献给耶和华为新乡的活祭, 你要将那一只公棉羊牵来, 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 你要宰着公棉羊, 取点血抹在亚伦的诱饵锤上, 和他儿子的诱饵锤上, 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 和右脚的大拇指上, 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位, 你要取点告油和坛上的血, 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 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 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 你要取这公棉羊的枝油和肥尾巴, 并盖葬的枝油, 羽肝上的王子,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并有前腿, 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公棉羊, 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较饼的篮子中, 取一个饼, 一个钓油的饼和一个薄饼, 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 作为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梵祭上, 是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活祭, 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公棉羊的胸, 作为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就可以做你的分, 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前腿, 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 所举的公棉羊, 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 这些你都要成为圣, 作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分, 因为是举祭, 这举祭是从以色列人的平安寄生中, 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 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 可以穿着寿高, 又穿着承接圣旨, 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 每逢敬会墓在圣所供职的时候, 要穿七天, 你要将承接圣旨所献公棉羊的肉煮在圣所, 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 吃着公棉羊的肉和蓝内的饼, 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 好承接圣旨使他们成圣, 只是外人不可吃, 因为这是圣物, 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货饼, 若有一点留到早晨, 你就要用火烧了, 不可吃这物, 因为是圣物, 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 向亚伦和他儿子形成接圣旨的礼七天, 每天要献公牛一只未赎罪戒, 你捷径坛的时候, 坛就捷径了, 且要用高抹坛使坛成圣, 要为坛赎罪七天使坛成圣, 坛就成为至圣, 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 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 就是两只一碎的绵羊羔, 早晨要献这一只棉羊羔, 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棉羊羔, 和这一只棉羊羔同献的, 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 余岛成的由一心的四分之一调合, 又用九一心的四分之一作为奠祭, 那一只棉羔羔, 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 照着早晨的素季和奠祭的礼办礼, 作为献给耶和华新香的活祭, 这要在耶和华面前, 会幕门口, 做你们世世代代长线的凡计, 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 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 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 我要使会幕和谭成圣, 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 给我公祭祀的职份,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做他们的神,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 神是将他们从埃及的领出来的, 为要住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 神出埃及记第30章, 你要用造甲木做一座烧香的坛, 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轴, 宽一轴, 高二轴, 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 要用纯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 并坛的四角包裹, 又要在坛的四围箱上金崖边, 要做两个金环安在崖子边以下, 在坛的两旁, 两根横撑上, 作为穿杠的用处, 以便抬坛, 要用造甲木做杠, 用金包裹, 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曼子外, 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亚伦每早晨在坛上要烧美香, 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折香, 当亚伦黄昏点灯的时候,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 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 不可献凡计, 宿计, 也不可交上殿计, 亚伦一年一次, 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 他一年一次, 要用赎罪计生的写在坛上行赎罪之礼, 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律, 这坛在耶和华面前卫之圣,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按以色列人备数的计算总数, 你数的时候, 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 把赎假奉给耶和华, 免得数的时候, 在他们中间有栽殃, 凡过去归纳些备数之人的, 每人要按圣所的平, 拿银子半设科乐, 这半设科乐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 以设科乐是二世纪了, 凡过去归纳些备数的人, 从二十岁以外的, 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 他们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将礼物奉给耶和华, 富足的不可多出, 贫穷的也不可少出, 个人要出半设科乐, 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书罪前, 作为会幕的使用,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用铜座洗镯盆和盆座, 以便洗镯, 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 在盆里盛水, 亚伦和他的儿子, 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 或是就进坛前宫, 指给耶和华县伙计的时候, 必用水洗镯, 免得死亡, 他们洗手洗脚, 就免得死亡, 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耶和华又小于摩西说, 你要取上品的香料, 就是刘志的墨药500摄克勒, 香肉贵一半, 就是250摄克勒, 昌仆250摄克勒, 贵皮500摄克勒, 都按着圣索的瓶, 又取杆懒由一心, 按作香之法调和作成圣告油, 要用这告油抹灰木和法柜, 桌子与他的一切器具, 竹台和他的器具并相谈, 凡计谈和谈的一切器具, 洗桌盆和盆坐, 要使这些物成为圣, 好成为至圣, 凡挨着的都成为圣, 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 使他们成为圣, 可以给我公祭司的职份,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这由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告油, 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 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 这告油是圣的, 你们也要以为圣, 凡调和与此相似的, 或将这高高在外人身上的, 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取心香的香料, 就是拿他福, 施洗炼, 洗力彼拿, 这心香的香料和净乳香, 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 你要按作香之法, 做成纯净圣洁的香, 这香要取点岛的集系, 放在会幕内, 法柜前,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你们要以这香味之圣, 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 为自己作香, 你要以这香味圣, 归耶和华, 凡作香和这香一样, 为要闻香味的, 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出埃及记第31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看啊, 犹大之派中, 霍尔的孙子, 无力的儿子比撒裂, 我已经提他的名照他, 我也以神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 有聪明, 有知识, 能做各样的功, 能想出巧功, 用金, 银, 同制造个物, 又能刻宝石, 可以镶嵌, 能雕刻木头, 能做各样的功, 看啊, 我分派弹之派中, 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 凡心里有智慧的, 我更使他们有智慧, 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会幕和法柜, 并其上的深座, 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 桌子和他的器具, 金金的竹台和他的一切器具并相谈, 凡祭谈和谈的一切器具, 并洗桌盆与盆坐, 供植的衣服, 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 用以供祭司职份的圣衣, 告犹和供圣所用的美香, 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又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 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 以为圣日, 凡干饭这日的, 必要把他治死, 凡在这日做工的, 必从民中检出, 六日要做工, 但第七天是安息日, 是向耶和华守卫生的, 凡在安息日做工的, 必要把他治死, 故此, 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 谨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地, 第七天便安息舒畅, 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 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 使神用纸偷写的石板, 出埃及记, 第三十二章, 百姓建摩西池岩不下山, 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 起来, 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甚魔事, 亚伦对他们说, 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 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 拿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 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 他们就说, 以色列啊, 这是领你出埃及的众神, 亚伦看见, 就在牛犊面前筑谈, 且宣告说, 明日要向耶和华首节, 此日清早, 他们起来献烦祭, 又将平安祭拿了来, 百姓就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下去吧, 因为你的百姓, 就是你从埃及的领出来的, 已经败坏了自己,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为自己注了一只牛犊, 向他敬拜献祭, 说, 以色列啊, 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众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看这百姓真是映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将他们灭绝, 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 神说, 耶和华呀, 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 从埃及的领出来的, 为神摩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 是要降祸与他们, 把他们杀在山中, 将他们从地上除灭, 求你转意, 不发你的烈怒, 后悔, 不祥获于你的百姓,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 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 我必使你们的后裔, 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 必给你们的后裔, 他们要永远承受畏业, 于是耶和华后悔, 不把所说的祸响与他的百姓, 摩西转身下山, 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这板是两面写的, 这面那面都有字, 是神的工作, 字是神写的, 刻在板上, 约书亚裔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 就对摩西说, 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 摩西说, 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 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 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 摩西一挨进营前就看见牛犊, 又看见人跳舞, 变发烈怒, 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 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 磨得粉碎, 撒在水面上, 叫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 这百姓向你做了慎魔, 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 亚伦说, 求我主不要发烈怒, 这百姓专于作恶, 是你知道的, 他们对我说, 你为我们做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慎魔事, 我对他们说, 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 他们就给了我, 我把金环扔在火中, 这牛犊便出来了, 摩西见百姓赤身, 亚伦让他们赤身, 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 就站在营门中, 说, 凡蜀, 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 于是, 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这样说, 你们个人把刀跨在腰间, 在营中往来, 从这门到那门, 个人杀他的兄弟与同伴并邻居, 立位的子孙赵摩西的话行了, 那一天, 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 摩西说, 今天你们要自节, 归, 耶和华未胜, 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兄弟, 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到了第二天, 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犯了大罪, 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 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 说, 爱, 这百姓犯了大罪, 为自己做了金像, 倘货, 你肯饶恕他们的罪, 若不然, 求你从你所写的策上涂抹我的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 谁得罪我, 我就从我的策上涂抹谁的名, 现在你去领着百姓, 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 看啊, 我的天使必在你前面引路, 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耶和华详在于百姓的缘故, 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 出埃及记第33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你从埃及的所领出来的百姓, 要离开这里上那地区, 那的我曾向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启示说, 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 我要差遣天使在你前面, 赶出迦南人, 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西伟人, 耶布斯人, 领你到那流乃雨蜜之地, 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 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 百姓听见这凶性就悲哀, 也没有人佩戴装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说, 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我若一煞时临到你们中间, 必灭绝你们, 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 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带你们, 以色列人从住和猎山以后, 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 摩西素长将帐篷之搭在营外, 离营雀远, 他称这帐篷为会幕, 樊求问, 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 百姓就兜起来, 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 望着摩西, 只等到他进了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 云柱降下来, 立在会幕的门前, 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 就兜起来, 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敬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摩西转到营里去, 唯有他的仆人, 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摩西对, 耶和华说, 你对我说, 将这百姓领上去, 你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 只说, 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好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众民有分别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 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 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摩西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耶和华说, 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又说,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耶和华说, 看啊, 在我这里有地方, 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 用我的手遮掩你, 等我过去,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背, 却不得见我的面, 出埃及记第34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 旗上的字我要写在这些板上, 明日早晨, 你要预备好了, 上西乃山, 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 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 变山都不可有人, 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 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清晨起来,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奈山去, 手里拿着两块石板,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 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神, 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代人存留慈爱, 饶恕罪孽, 过犯和罪恶, 总不宜有罪的未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四代, 摩西急忙俯首在地敬拜, 说, 主啊,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我, 主在我们中间同行, 因为这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 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耶和华说, 看啊, 我要立约, 我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是在遍地列国中所未曾行过的, 在你四围的人民就要看见耶和华的座位, 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你要谨守, 看啊, 我要从你面前赶出亚摩利人, 迦南人, 贺人, 比利喜人, 西伟人, 耶布斯人, 你要谨慎, 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 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 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像, 砍下他们的树丛, 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 神明位祭邪者,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 百姓随从他们的众神就行邪隐, 祭祀他们的众神, 有人叫你, 你便吃他的祭物, 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众神就行邪隐, 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众神行邪隐, 不可谓自己铸造神像, 你要守处教节, 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亚比越内所定的日期, 吃无教饼七天, 因为你是这亚比越内出了埃及, 凡投生的都是我的, 一切牲畜投生的, 无论是牛是羊, 攻的都是我的, 唯有投生的驴你要用绵羊膏带熟, 你若不带熟, 就要打折驼的景象, 凡投生的儿子你都要熟出来, 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你六日要做工, 第七天要安息, 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 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 又在年底要守守藏节, 你们一切难定要一年三次朝见,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列国, 扩张你的境界, 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 耶和华你, 神的时候必莫有人贪慕你的地土, 你不可将我寄生的血和教一同献上, 逾越节的寄生也不可留到早晨, 你地里首先出熟之物, 要送到耶和华你, 神的殿, 你不可用山羊膏母的奶煮山羊膏,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将这些话写上, 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立约, 摩西在, 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 也不吃饼, 也不喝水, 耶和华将这约的话, 就是十条件写在两块板上,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音, 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就怕挨近他, 摩西叫他们来, 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 摩西就与他们说话, 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 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 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 就用帕子蒙上脸, 但摩西尽到, 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接去帕子, 极致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地告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 等到他进去语, 耶和华说话就接去帕子出埃及记第35章, 摩西招聚以色列全会众, 对他们说, 这些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 叫你们照住行, 六日要做工, 第七天乃为圣日, 当向耶和华守卫安息日, 凡这日之内做工的, 必把他治死, 当安息日, 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 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 耶和华, 凡乐意献的刻意拿, 耶和华的礼物来, 就是金, 银, 铜, 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细码, 山羊毛, 染红的公棉羊皮, 欢皮, 造夹木, 点灯的油, 并做告油和美香的香料, 红马脑与别样的宝石, 可以镶嵌在乙符的和胸牌上, 你们中间繁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 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丈母和丈母的罩棚, 并丈母的盖, 钩子, 板, 栓, 柱子, 带卯的座, 柜和柜的杠, 施恩座和遮掩柜的慢子, 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的一切器具, 并尘设备, 竹台和它的器具, 灯斩并点灯的油, 香檀和檀的杠, 告油和美香, 并丈母门入口的帘子, 樊济檀和檀的铜蟒, 弹的杠并弹的一切器具, 洗桌盆和盆座, 院子的遮帘和它的柱子, 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 帐幕的钉子并院子的钉子, 和这两处的绳子供植的衣服, 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份的圣所, 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 繁星里受感和灵里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 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 又用以做圣衣, 繁星里乐意的连男带女, 各将金器就是耳环, 戒指, 刻字板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为礼物, 繁有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细麻, 山羊毛, 染红的公棉羊皮, 欢皮的都拿了来, 繁星银子和铜位礼物的都拿给耶和华的礼物来了, 繁有造甲木可做肾魔使用的也拿了来, 繁星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仿线, 把所仿的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 繁有智慧, 心里受感的妇女就仿衫羊毛, 中官常把红麻脑和别样的宝石, 可以镶嵌在以福的羽兄牌上的都拿了来, 又拿香料, 并拿油点灯, 做告油, 做美香, 以色列人无论男女, 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 做耶和华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犹大支派中, 护尔的孙子, 乌立的儿子比撒裂, 耶和华已经提他的明照他,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 聪明, 知识, 能做各样的功, 能想出巧功, 用金, 银, 同制造各物, 又能刻宝石, 可以镶嵌, 能雕刻木头, 能做各样的巧功, 耶和华又使他, 和弹之派中亚西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 心里灵明, 能教导人, 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 能做各样的功, 无论是雕刻的功, 巧匠的功, 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细麻, 绣花的功, 并激将的功, 他们都能做, 也能想出奇巧的功, 出埃及记第36章, 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 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 就是蒙, 耶和华次智慧聪明, 叫他知道, 做圣所各样使用制功的, 都要照, 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功, 凡, 耶和华次他心里有智慧, 而且受赶前来做这功的, 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 一同照来, 这些人就从摩西, 收了以色列人, 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制功所拿来的礼物, 百姓每早晨, 还把随意献的礼物拿来, 凡做圣所一切功的智慧人, 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功, 来对摩西说, 百姓为, 耶和华吩咐吩咐吩咐使用制功所拿来的, 复复有余, 摩西传命, 他们就在权营中宣告说, 无论男女, 不必在卫生所的礼物, 做圣魔宫, 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在哪里误来, 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 构作一切当作的物, 而且有余, 他们中间, 繁心里有智慧做工的, 用十幅曼子做帐, 这曼子是比撒列用碾的细码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限制造的, 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激露薄, 每幅曼子长二十八轴, 宽四轴, 都是一样的尺寸, 它使这五幅曼子伏伏相连, 又使那五幅曼子伏伏相连, 在这相连的曼子墨幅边上做蓝色的钮扣, 在那相连的曼子墨幅边上也照样做, 在这相连的曼子上做五十个钮扣, 在那相连的曼子上也做五十个钮扣, 都是两两相对, 又做五十个金钩, 使曼子相连, 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它用山羊毛织十一幅曼子作为帐幕以上的赵鹏, 每幅曼子长三十轴, 宽四轴, 十一幅曼子都是一样的尺寸, 它把五幅曼子连成一幅, 又把六幅曼子连成一幅, 在这相连的曼子墨幅边上做五十个钮扣, 在那相连的曼子墨幅边上也做五十个钮扣, 又做五十个铜钩, 使赵鹏连成一个, 并用染红的宫棉羊蹄做罩棚的盖, 再用欢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 它用造甲木做帐幕的竖板, 每块长十轴, 宽一轴半, 每块有两笋相对, 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 帐幕的南面做板二十块, 在这二十块板底下又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 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笋, 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笋, 帐幕的第二面就是北面, 也做板二十块和带卯的银座四十个, 这板底下有两卯, 那板底下也有两卯, 帐幕的旁边就是西面, 做板六块, 帐幕两旁的拐角, 做板两块, 板的下半截是双的, 上半截是整的, 直到第一个环子, 在帐幕的两个拐角上都是这样做, 有八块板和十六个带卯的银座, 每块板底下有两卯, 它用造甲木做栓, 为帐幕这面的板做五栓, 为帐幕那面的板做五栓, 又为帐幕西面的板做五栓, 石板腰间的中栓, 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 用金子将板包裹, 又做板上的金环套栓, 栓也用金子包裹, 它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织帐子, 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禄帛, 为帐子做四根造甲木柱子, 用金包裹, 柱子上有金钩, 又为柱子铸了四个带卯的银座, 拿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 用绣花的手工织杖木的门帘, 又为帐子做五根柱子, 和柱子上的钩子, 用金子把柱顶和柱子上的杆子包裹, 柱子有五个带卯的座, 是铜的出埃及记第37章, 比撒列用造甲木做柜, 长二轴半, 宽一轴半, 高一轴半, 里外包上纯金, 四围箱上金牙边, 又柱四个金环, 安在柜的四角上, 这边两环, 那边两环, 用造甲木做两根杠, 用金包裹, 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 以便抬柜, 用纯金做施恩座, 长二轴半, 宽一轴半, 用金子垂出两个基路箔来, 安在施恩座的两头, 这头做一个基路箔, 那头做一个基路箔, 二基路箔接连一块, 在施恩座的两头, 二基路箔高张翅膀, 遮掩施恩座, 基路箔是脸对脸, 朝着施恩座, 他用造甲木做一张桌子, 长二轴, 宽一轴, 高一轴半, 又包上纯金, 四围镶上金牙边, 桌子的四围, 各做一掌宽的横梁, 横梁上镶着金牙边, 又住了四个金环, 安在桌子四角的四角上, 安环子的地方, 与横梁相对, 可以穿杠抬桌子, 他用造甲木做两根杠, 用金包裹, 以便抬桌子, 又用纯金做桌子上的器皿, 就是盘子, 条羹, 碗, 并用以蒙盖的物, 他用纯金做一个竹台, 这竹台的作合函, 鱼碗, 球, 花, 都是接连一块锤出来的, 竹台两旁, 插出六个枝子, 这旁三个, 那旁三个, 这旁每枝上有三个碗, 形状像姓花, 有球有花, 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碗, 形状像姓花, 有球有花, 从竹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 都是如此, 竹台上有四个碗, 形状像姓花, 有球有花, 并且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 与枝子接连一块, 他插出的六个枝子, 都是如此, 球和枝子是接连一块, 都是一块纯金垂出来的, 他用纯金做它七个灯盏, 并它蜡简和蜡花盘, 他用纯金一塌连地做它, 并其中一切的器具, 他用造夹木做相弹, 是四方的长一轴, 宽一轴, 高二轴, 弹的四角与弹接连一块, 又用纯金把弹的上面, 与弹的四面并弹的四角包裹, 又在弹的四围箱上金牙边, 做两个金环, 安在牙子边以下, 在弹的两旁, 两根横撑上, 作为穿杠的用处, 以便抬弹, 用造夹木做杠, 用金包裹, 他又按作香之法, 作圣告油和辛香料的净香, 出埃及记第38章, 他用造夹木做凡祭坛, 是四方的, 长五轴, 宽五轴, 高三轴, 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 与弹接连一块, 用铜把弹包裹, 他做坛上的锅, 铲子, 盘子, 肉叉子, 火顶, 这一切器具, 都是用铜做的, 由魏坛做一个铜网, 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 从下达到坛的半腰, 魏铜网的四角柱, 四个环子, 作为穿杠的用处, 用造夹木做杠, 用铜包裹, 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 用以抬坛, 并用板做坛, 坛是空的, 他用铜做洗镯盆和盆坐, 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 他做账木的院子, 院子的南面, 用碾的细麻做遮帘, 宽一百肘, 他们的柱子二十根, 带卯的铜做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 都是用银子做的, 北面也有遮帘, 宽一百肘, 他们的柱子二十根, 带卯的铜做二十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 都是用银子做的, 院子的西面有遮帘, 宽五十肘, 他们的柱子十根, 带卯的做十个, 柱子的钩子和杆子, 都是用银子做的, 院子的东面, 宽五十肘, 门这边的遮帘十五肘, 那边也是一样, 他们的柱子三根, 带卯的做三个, 在门的左右, 各有遮帘十五肘, 他们的柱子三根, 带卯的做三个, 院子四面的遮帘, 都是用碾的细麻做的, 柱子带卯的做是铜的,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 柱顶是用银子包的, 院子一切的柱子, 都是用银杆联络的, 院子的门帘, 是以绣花的手工, 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和碾的细麻织的, 宽二十肘, 高五肘, 与院子的遮帘相配, 还有他们的柱子四根, 带卯的铜座四个, 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 柱顶是用银子包的, 帐木一切的钉子和院子四围的钉子都是铜的, 这是卫正的帐木中立卫人所用物件的总数, 是赵摩西的吩咐, 经济斯亚伦的儿子以他马的手数点的, 凡,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护尔的孙子, 乌立的儿子比撒裂做的, 与他同工的犹旦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 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 又能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细麻绣花, 卫生所一切工作使用锁线的金子, 暗圣所的瓶, 有29他连的并730摄克勒, 会中备数的人所出的银子, 暗圣所的瓶, 有100他连的并1775摄克勒, 凡过去归纳些被数之人的, 从20岁以外, 有60万零3550人, 暗圣所的瓶, 每人出银半摄克勒, 就是一笔家, 用那100他连的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 和曼子柱子带卯的座, 100他连的供100带卯的座, 每带卯的作用, 以他连的, 用那1775摄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 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 所献的铜有70他连的并2400摄克勒, 用这铜座会幕门戴卯的座和铜坛, 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 并院子四围戴卯的座和院门戴卯的座, 与帐幕一切的钉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钉子, 出埃及记第39章, 比撒裂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做供植的衣服, 在圣所用以供植, 由威亚伦做圣衣, 是赵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金线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并碾的细麻做以伏德, 把金子垂成薄片剪出线来, 与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 又为以伏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 接连在以伏德的两头, 其上巧公之的袋子和以伏德一样的做法, 用以树上与以伏德接连一块, 是用金线和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并碾的细麻做的, 是赵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又啄出两块红麻脑, 箱在金槽上, 庞福克图书, 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 将这两块宝石鞍在以伏德的两肩上,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 是赵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 和以伏德一样的做法, 用金线与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并碾的细麻做的, 胸牌是四方的, 叠位两层, 这两层长一虎口, 宽一虎口, 上面镶着宝石四行, 第一行是红宝石, 黄宝石, 红玉, 第二行是绿宝石, 蓝宝石, 钻石, 第三行是紫玛脑, 白玛脑, 紫荆, 第四行是水仓玉, 红玛脑, 碧玉, 这都像在金槽中, 这些宝石, 都是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 唐福克图书, 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在胸牌的两头上, 用纯金拧成如绳子的链子, 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 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 又把那两条拧成的链子的那两头兼固在两槽上, 安在以符的前面肩带上, 做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 在以符的里面的边上, 又另做两个金环, 安在以符的前面两旁的下面, 彼此相对之处, 在以符德巧公之的带子一上, 用一条蓝细带子, 把胸牌的环子和以符德的环子细柱, 使胸牌贴在以符德巧公之的带子上, 不可与以符德离缝, 是赵,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之工作以符德的外袍, 颜色全是蓝的, 袍上留意领口, 口的周围之处领边来, 旁扶铠甲的领口, 免得破裂, 在袍子底边上, 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并免得细麻做石榴, 又用纯金做铃铛, 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 一个铃铛一个石榴, 一个铃铛一个石榴, 在袍子周围底边上, 用以供植, 使赵,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支撑的细麻布维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 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 用碾的细麻布做裤子, 又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线, 并碾的细麻, 以绣花的手工作腰带, 使赵,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们用纯金做圣罐上的牌, 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 刻铸归, 耶和华为圣, 又用一条蓝细带子, 将牌系在冠冕上, 使赵,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账母就是会墓, 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 他们送到摩西那里, 账母和账母的一切器具, 就是钩子, 板, 栓, 柱子, 带毛的做, 染红公棉羊皮的盖, 用欢皮的顶盖, 和遮掩柜的帽子, 法柜和柜的杠柄施恩座, 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尘设柄, 金金的竹台和百列的灯盏, 与竹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 金坛, 告油, 美香, 会幕的门帘, 铜坛和坛上的铜蟒, 坛的杠柄坛的一切器具, 洗桌盆和盆座, 院子的遮帘和柱子, 并带毛的座, 院子的门帘, 绳子, 钉子, 并账母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 供植的衣服, 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份的圣衣, 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诏,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 摩西见耶和华怎样吩咐的, 他们就怎样做了, 摩西见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 就给他们祝福出埃及记第四十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正月初一日, 你要立起账目, 把法柜安放在里面, 用曼子浆轨遮掩, 把桌子搬进去, 摆设上面的屋, 把竹台搬进去, 点旗上的灯, 把烧香的金檀安在法柜前, 挂上账目的门帘, 把梵祭檀安在账目门前, 把洗桌盆安在会幕和檀的中间, 在盆里盛水, 你要在四维利院连, 在院门把门帘挂上, 用告友把丈母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 使丈母和一切器具成圣, 就都成圣, 又要抹凡祭檀和一切器具, 使檀成圣, 就都成为至圣, 要抹洗桌盆和盆座, 使盆成圣,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 用水洗身, 要给亚伦穿上圣衣, 又高他, 使他成圣,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又要使他儿子来, 给他们穿上内袍, 怎样高他们的父亲, 也要照样高他们, 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因他们世世代代繁寿高的, 必要永远当祭司的职人, 摩西这样行, 都是赵,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账母就立起来, 摩西立起账母, 安上戴帽的座, 立上板, 穿上栓, 立起柱子, 在账母椅上搭照棚, 把照棚的顶盖盖在旗上, 使赵,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法板放在柜里, 把杠穿在柜的两旁, 把施恩座安在柜上, 把柜抬进帐幕, 挂上遮掩柜的帽子, 把法柜遮掩了, 使赵,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 在帐幕北边, 在帽子外, 在桌子上, 姜柄陈设在耶和华面前, 使赵,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又把竹台安在会幕内, 在帐幕南边, 与桌子相对, 在耶和华面前点灯, 使赵,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蔓子前, 在坛上烧了美香, 使赵,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又挂上帐幕的门帘, 在会幕的帐幕门前, 安设凡济坛, 把凡济和宿济献在旗上, 使赵,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把洗浊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 盆中盛水, 以便洗浊, 摩西和亚伦兵亚伦的儿子, 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 或就进坛的时候, 便都洗浊, 使赵, 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帘, 把院子的门帘挂上, 这样, 摩西就完了工, 当时, 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摩西不能进会幕, 因为云彩停在旗上, 并且,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 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 云彩若不收上去, 他们就不起程, 只等到云彩收上去, 日间, 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一上, 夜间, 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 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